还有几天就是开斋节了 在外打拼的游子陆续开车 在这一家大小回乡过节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一些驾驶休旅车或者是多功能车的家长 会在后座放上一张床垫 让孩子能够在漫长的路途当中 舒服地休息睡觉 但是这样做不止违法 还会让孩子暴露在无形的危险之中 佳节前夕许多民众都会开车回乡 准备和家人团聚庆祝 但要让年幼的孩子们 乖乖度过周车劳顿的车程 似乎是考验家长们的耐性和技巧 网络上曾经出现 有车主在汽车内部进行改装 把第二排座椅的椅背放平 之后再铺上床垫和几个小枕头 让孩子在乘坐长途车时 有舒适的空间休息睡觉 以此安抚他们的寝室 但这样的举动相当危险 将导致后座的孩童或乘客 无法正确系上安全带 增加发生意外的风险 伯特拉大学道路安全研究专家 刘德华教授 今天接受首要媒体集团 记者访问时表明 这种情况很常发生在 MPV型多功能车辆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乘客有可能会被抛出车外 对身形娇小的孩童来说 猛烈撞击的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这种不良示范会在开斋节期间持续发生 不过受访的家长表明 为了孩子的安全着想 他们不会冒险在车内铺上床垫 因为对他们来说安全最重要 必须确保孩子使用安全带 才能开车上路 而不是等到意外发生了 才后悔莫及 家长也认为 还是有其他方法 能够让小孩在乘坐长途车时 不哭不闹 根据现有法律规定 如果没有经过陆路交通局的改装批准 执法人员有权向为力车主开出法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